今天的节省录制了 我现在身上满满的都是香香的烧烤味 今天特别开心 然后现在我们来带你们去参观一下 我们好六团的化妆间都是什么样 你走到门口 我已经开始听到他们鸡鸡鸡鸡的叫了 嘿 man 吓他们一跳 我又开始采访 先采访老秦吧 如果录影 你只能在好六团里面选择一个人 带他去 你会选择谁 这不好啊 当面问要没选怎么办 我 没什么不用考虑我的感受 我只会记在心里 我带大哥去 你最想去录影的地方 你会选择哪里 不用选 能出去玩去哪都行 那我就探绑下一个人了 别躲别藏 该来的还是会来的 你只能在好六团里面选一个人 陪你去 你会选谁 选你 为什么 我没有威胁你吧 没有 没有吧 一点都没有 我自己自我道德绑架了 去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就是好六团里面 你只能选一个人 我要带 他们刚刚都选完了 弹菜琴去 弹琴菜去 弹琴菜 你带到菜是吧 就是把你们都带去 你选择去什么地方去录影 我要去泰国的普吉岛 我唯一带的东西是什么 带钱去 带张卡 好六团的人物性格一下也明显了 务实派的 所以说我一直觉得好六团的大哥是赵小棠 你跟在他身边 我顺便有种像小鸟一人的感觉 可以跟着他去录影 以后你是大哥 哈哈哈哈